花卉博览会耗资了79亿 标榜环境生态关怀 但是现在却被台北市议员发现了很讽刺的事 像原山公园展区 有155棵榕树 竟然得了俗称树癌的核根病 根本没有人处理 而且另一边则是有树也因为乏人照顾 营养不良 来到施工中的花博原山公园展区 原本应该等着跟民众见面的树 却瀕临死亡 短短三个月 我们在展区里面就增加了28棵 到了155棵 大概严重的时候会从根的部分 因为腐蚀的关系 所以它会这样树导公共安全的问题 得了树癌的榕树 树根几乎腐烂 树与树互相传染 面积逐渐扩大 但议员质疑 去年12月早就发现树生病 却没及时移开 主结构就是说 避免健康的根和病害的根 互相的接触而传染 最好方法 最安全的方法是 直接送去端化厂整个烧掉 光庸补牢 是否只能先挖沟渠 避免树根继续传染 不止这 民族公园的人形不到旁 才种两个月的树 有三分之一都营养不良 一月种到现在才不到三个月 因为我们12月底 到一月来种的了 那因为核有规定要保活 那既然它是枯死的 我们就要厂商 依照核越的规定来更换 枯死很久了 厂商都没有来巡查吗 有 所以我们要求他下礼拜 就立刻来换 一月怀疑 人心道施工不良 遗址过程有瑕疵 有疏于照顾 新公署也跳针的说 一约重新中树 到最后浪费的还是 民众的血汗钱 民企闻林秉舟 谢震宁 钟佩宇 台北报道